在七天的禅修过程中 藉由法师次第分明的开始 让大众学习如何面对身心的变化 禅修需要方法 方法需要练习 七天的密集禅修 让大众真正体会到 吃饭就是吃饭 睡觉就是睡觉 走路就是走路 打坐就是打坐的活在当下 每一刻的身心统一 了解内心世界 才是真正安身立命的地方 不再急急盈盈盲目的追逐外在的名利 藏修的这个部分 当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还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当然每一点都能做的话 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这个社会 大家都非常的忙 各有各的事情 要完成的 要做下去的 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时间来 练习这个长修的部分 那为什么我们要练习这个长修呢 因为长修的修行方法 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所以我们佛教徒希望能够一个平安的平静的心 其实也不管是佛教徒还是别的宗教的信徒们 人人都喜欢过一个自由自在的 一个快乐的一个平安的生活 面对身心的变化 借由法师次第分明的开示 让大众获得放松身心 精进修行的方法 经过七天的禅修体验 能比过去更好的用上方法修行 身心的觉察也更敏锐 希望日后能够用 惭愧 忏悔 感恩礼拜的修行方式 面对顺境和逆境 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 十方新闻记者 莱一荣台北采访报道